在莫斯科鲁日尼基体育场的开场赛上 俄罗斯和沙特的粉丝都兴致高昂 我们会赢的 肯定会 我们会赢 我想俄罗斯会以2比0取得胜利 因为他们是最棒的 估计沙特是0分 结果俄罗斯队以5比0赢得比赛 人们拍手欢呼 俄罗斯已经变成24小时庆典的会场 足球热横扫俄罗斯 到处都有庆祝活动 来自全世界的人们 32个国家的球队都在这儿 我们明天要去圣彼得堡 看摩洛哥国家队的比赛 还有球迷在陆续抵达 这位来自秘鲁的球迷 来为36年来首次继身世界杯的秘鲁队喝彩 多美的城市 多棒的天气 我们来这儿为秘鲁国家队打气 丹尼尔·维勒马来自委内瑞拉 我们感觉这将会是一个很棒的比赛 我们去过两次世界杯了 但是这次对俄罗斯世界杯的期望很高 维克多·康马斯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虽然他的国家没有入选世界杯 他来到这里支持一个夺得了五次冠军的球队 我支持巴西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这次没有入选 我们在德国进行比赛 但至少我们打败了美国 他们1989年打败了我们 我们期待着精彩的比赛 俄罗斯队首战告捷 所有球迷都希望他们支持着球队也能大获全胜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告 我们期待的节目